俄乌战争打了今天第100天了 这100天来我们当然节目当中 每天都在follow这个最新的状况如何 也看到了这个整体国际局势的一个变化 先来看一下这100天来 现在目前为止 乌克兰他们有释放出一个最新的讯息 就是说他们国内 就是国土大概有五分之一 是已经遭到了俄罗斯的占领 加起来比这个荷兰啊比利时啊 这些地方加起来 还有卢森堡加起来的面积都还要来得大 因为现在大概占领的面积 已经超过了12万5000平方公里 那这个泽伦斯基这样子说啦 那他的太太也讲说 这个他们绝对不会让出领土 因为让出领土等于让出自由 就等于说他们还要继续坚守下去 那这场恶物战会不会打到明年的冬天呢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说 他们绝对不同意说 用放弃领土的方式来换取结束战争 所以他说啊 这个季辛吉讲乌克兰应该放弃领土啊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那可是呢 俄国方面呢 俄国的国会高官他们讲说 我们俄国也会持续作战 直到基辅能够成熟的应对谈判 言下之意就是觉得说 这个基辅好像不断的受到西方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控制 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个判断 因为其实来来回回本次来说要和谈好几回 最后通通都自己又推翻了这相关的一些协议 所以他们可能现在双方啊 这100天来 现在第100天要对于下一个阶段 都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现在还是持续要搬救兵 美国的陆军部长讲说 面对到俄军的持续炮击 现在其实乌军的士气要维持住 现在是越来越难的 但是呢俄罗斯对于这个外国的雇佣兵 他说现在已经大概降低了一半以上 他说现在外国的雇佣兵已经大量的被击毙 现在规模大概剩下3500人 原本大概是6000多人 那他说他们俄国的国防部讲 其实乌军他们把这个外国的雇佣兵 生命势如草戒啊 通常外国的雇佣兵被派过来的话 都是先送上最前线去当炮灰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在节目当中 有看到很多外国雇佣兵有逃出来 他们也有放一些这种相关的影片 接受访问 他们也都有讲说他们没有相关的武器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离开前线 甚至还逃离好几回 都有这样类似的报道出来 那乌克兰现在如果说要继续来搬救兵 可是是用吸纳极端分子的方式参战 美国方面他们有一些内部的声音 是讲说这个如果说这些极端分子 在这个战后会不会反倒变成攻击 美国的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 这是他们所忧心的地方 因为他们有这个实战经验 那如果这些极端分子又回到了美国 或者又去到美国 甚至还有取得到 现在大家讲说有一些那种恐怖分子 或者是恐怖组织 都希望借由乌克兰来取得一些武器 这会不会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反倒让美国更陷入恐慌 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现 那乌克兰的战况 乌东现在目前战况失礼 那乌克兰还打算要把民兵送上前线 那这个是傅比士这边的一个报道 他说传言现在俄军将要动用 这个训练营的第三营来公屋 那人家就讲说这场战争恐怕会越拉越长 但是呢我们看班旧兵 还包含了泽伦斯基的顾问 但是被大家看到说这一段影片 他其实是要跟德国讲话 但是被人家讲说你后面国旗好像放错了 我们来听一下 对结果他放的国旗是比利时的国旗 就被网友吐槽说 你要不要先搞清楚那个国旗放哪一个国家 那讲到亚素营 最新的消息出来说 还有五条大鱼落网吗 俄国的少将他是在接受媒体访问 就俄国的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证实的确有鱼 而且是来自欧美的将领 包含了美国英国 以及其他四名的北约军事教官 但是呢美国的媒体是讲说 没有美国啦 是英国跟其他啦 我们美国的前海军上将 奥尔森没有被俘虏 有澄清这个消息 所以扣一扣大概可能就是 五条大鱼在其中 那现在马力波之战即将结束 亚素营的覆灭在即 可是呢到底有几条大鱼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 其实里面有20条大鱼 甚至人家还讲说 那大鱼还挺大尾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亚素钢铁厂里面 还发现一个 这个装潢的特别漂亮的一个房间 可能是非常高阶 或者是身份特别尊贵的一个人 所住的房间 也有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媒体 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而他们现在接下来 要打算在这个 马力波 马力乌波尔 有两种翻译 马力波这边来举行 这个临时法庭的审判 就地公审 这20只这个黑海巨金 可能要给其他 还没有投降的人看 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 所以就讲说 你不要来跟我们 就是这样子用亚素营 或是纳粹的方式来作对 要用公审的方式 给全世界来看看 这些人究竟是谁 但是我们也看看 这个乌克兰 还有其他的战俘 他们是在向乌克兰喊话 他说你不要只管亚素营 都忘了我们 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美国对俄罗斯的攻击 支援乌克兰上将是承认 但是美国的网路司令部 他们讲说 我们的支援呢 其实只是网路上的支援而已 他说不算是美国介入这个恶乌战争 那现在他们的武器方面 还要给予这个F-16吗 F-16竟然在20天内有两度的狗吃屎 那外媒讲说这个F-16的状况 其实已经存在20年 所以美国可能不会援助F-16 但是可能会给这个灰鹰的攻击无人直升机 那现在这个布林肯是讲说 泽伦斯基跟美国保证 不会使用这样子的武器来攻打俄国的领土 但是俄国显然是不相信 在哈罗就说你们的承诺根本就不值钱 所以现在看起来拜登的乌克兰战争 恐怕陷入了困局 因为从他投书这件事情 就被大家看出来说 这可能已经证实拜登觉得在乌克兰战争 感觉上面不太妙 所以他才会去投书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我们作战 军人老百姓看可能觉得说 在乎一成一地的得失 但是军事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 就是全军破敌 而且要先求全军再求破敌 全军是什么呢 就是保存有生战力 破敌就是殲灭敌人有生的力量 那一成一地的得失其实并不是重要 可是就乌俄战争来讲的话 我觉得泽伦斯基现在很在意的是 这个顿巴斯地区的得失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失去了话 可能对他来讲就失去了政治生命的延续 而且会认为被战败 所以说在北顿内刺客最近 这个乌冬战局里面 北顿内刺客其实在上个月 已经被三面包围了 合理来讲在这里面的乌军 以军事眼光来看的话 这里面乌军估计那时候听说 最多有将近有十万的乌军在里面 这时候你应该赶快把这里面的乌军 你已经三面被包围了 只剩下一条退路 你应该把这十万的战力 赶快撤退到历史昌斯克这边来 保存这十万的战力 以求之后再求反攻 但泽伦斯基那时候做法刚好相反 他为了避免说这个顿内刺客 整个遭受到这个苏俄军的占领 对他来讲好像是战败了 所以他不但不把这些有生战力撤出来 保存有生战力 他反而继续加码进去 就你加码越多 你有生战力被围的越多 那现在就很明显的 之所以说乌冬会造成现在的困局 战场上面来看 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丢入太多的部队 那已经是没有办法救了部队 你就应该先求全军 我把有生战力保存下来 之后我再求反攻或怎么样 但如果说你有生战力 一旦被殲灭掉了 你那后续的层次会丧失的更快 现在我个人是觉得说 你不但北斗内刺客 有可能因此就被包围殲灭 甚至于旁边的那个 律师昌刺客也很快就会被 如果说一旦战力都被殲灭的话 很可能也被殲灭 所以这场战争会拖多久 有人说会到年底 如果这场战争来讲的话 乌军来讲 他主力在这边被殲灭掉之后 其实很快有可能就往基辅打 也有很可能 因为你没有兵力可以守基辅了 另外我们再看 说亚述营的这个鲨鱼 跟我们旁边刚刚讲说 这乌克兰里面 美国很担心这乌克兰参战的 雇佣兵里面 有这些人会把这武器 带到国外去 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是要连在一起看的 我个人的经验 我自己以前在军中服务的时候 我的部队里面就有刺针飞弹 就有这种武器 我跟各位讲 这种武器不是说我自己去清点 说今天时刻去点 1234567890 到齐签个名 不是 是美军来清点 因为美军为什么要清点 你这些武器是不是还在 他就担心你 这个里面有恐怖分子 或者是有歹徒 把这种很容易操作的武器 给偷出去 或者转卖出去 那如果这些武器叫恐怖分子 那不得了 那一下子做恐怖攻击的话 一架客机 就很容易在机场跑到头 就把这架客机给击落下来了 那现在很明显看得出来 这些亚述钢铁厂的这些大杀 它是不是美军就是派在 乌克兰里面监军的 就是监督他们这些 高机密高敏感度的武器 不要被这些恐怖分子 流落到外面去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可以连在一起来看 好 其实讲到这个亚述杀 当然现在的说法 可能最新的讲法就是说 里头还有五条大鱼落网 那到底是六条少了一条 还是究竟原本有20条 现在数字挺多的 但是最下面还有一个讯息 我们刚刚没有特别提到 但我来补充一下 有最后时刻有大鱼逃离 据说乌克兰方面 他们派出了25架的直升机 最后好像有5架是成功的 把一些鱼给救走 所以看起来 这个到底最关键的那些人 是不是有搭上这5架直升机 不得而知 但是现在他们掌握到的 可能就是那个五条大鱼 那五条大鱼如果要公审的话 那会不会震动我们这个 全世界的一些观感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现在的这个讯息 好像随着这个越来越多 越来越证实之前的揣测 因为之前只是欧美的媒体说 好像有一些大鲨鱼在里面 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内 这个欧美的这些国家领袖的 不寻常的行为 让我们感觉到说 这个确实应该是有大鲨鱼 的这样的一个间接的推理 证据 为什么呢 怎么会德国的总理 法国的总统 一而再而三的 一直跟普丁联络 就是希望他把这个 亚树钢铁厂的这些葫芦 把它释放出来 怎么会要动用到总统 然后专门指定亚树钢铁厂 所以其他的乌克兰的战俘 因为目前来讲 这个乌克兰的战俘 几千个人到上万人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我们被遗忘了 对 我们被遗忘了 还得自己拍影片说 我们也还在 那这些被遗忘的时候 他就更凸显出 那怎么这些人 都没有去关注别人 端门关注亚树营 钢铁厂里面的 那慢慢的 大家都感觉到说 应该是 所以当俄国的一个将军 那么提供这个讯息 这个讯息看起来 就是更接近事实了 因为他是现役的 而且是在这个地方服务的 他本身一定是经过授权 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到时候公审中 如果这些战俘 是北约的现役的军官 然后他们被送到法庭去 然后他不是以 日内瓦的战俘的公约 他是以杀害 摩杀俄罗斯军人的罪 被提出审判的话 那这就很难看了 也就是说欧美的 北约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颜面就扫地了 所以如果说有 美国的高阶的将军 那这个真的是难看到几点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 德国 法国 我相信应该至少是 可能是这三个国家 刚刚你讲的那个大鲨鱼溜走 很有可能就是美国的 传说中的或是加拿大的 传说中的那个中将或是上将 等等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一场剧 马上就要上瘾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新纳粹 新纳粹要送到审判了 而这些检察官 一定会把他们当初 犯罪的证据暴露出来 现在就变成考验 欧美的媒体敢不敢报导 欧美的媒体到最后 会不会淡化处理 或是不处理 故意看不见这些具体的证据 很有可能发生 那欧美的媒体 就会让全世界知道 他们一直是双重标准 真正的伤害人权 他们视而无见 然后没有发生的 他们却大肆做文章 你就可以知道 这种虚伪的媒体 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不过我对总体来看 欧洲已经出现一种厌战 反战的这种情绪 看起来是越来越高了 这个情况对乌克兰就很不利了 也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 觉得乌克兰是烫手山鱼 有点烦 然后它已经带来 他们的整个生活中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的战事 情况不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 开始有越来越多人说 割地求和 土地割掉 然后求一个和平 那如果说泽连斯基 在第一个阶段判断错误 所以土地被占领这么多 那现在如果还是不肯 割地求和 看起来它是不肯割地求和 而它的主力部队 在前线的主力部队 如果一旦被击溃 你想对俄罗斯来讲 他为什么不称赦追击 而且他很有可能把 他的占有地要扩大到 地涅泊河以东的整片大地 那也就是把基辅 也不打你了 我就把你围在那个地方 晾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控制了 整个地涅泊河的航道 然后东部地区 把地涅泊河 作为一个天然的防线 然后东部地区 俄罗斯整个占有 这个时候可能损失的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基辛吉等等 他们已经开始再提出来 俄国不会被战败的 如果现在不停损 那到时候可能就损失更多 一旦损失更多 俄国的心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的主力部队被歼灭了 然后俄国的心 当然就会拉大了 到最后连奥德萨 整个地方都要吃下来 然后一直要连通到 他的撒摩瓦那个地方 整个要连通下来 那就已经连通到 波兰跟罗马尼亚 那个压力就越来越大 北约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他很有可能就 连一大片起来的 可能性就存在 另外还有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在哪里 传说有伊斯兰国的人 伪装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 欧美的孩子 他们是欧美人 所以讲的流利的英文 法文 德文 他们本身 那他们以外籍傭兵的身份进去 他们有没有可能 借这个机会 把这些美军 或是他们提供给他的 这些武器装备 把他带走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目前来讲 联合国他们要去侦查 就是担心 国际恐怖分子 已经把这些东西拿走了 到时候 哪一天我们在巴黎 伦敦 或者是在纽约 看到他们用这种 美式或是他们这种装备 来去攻打他们的机场 或是火车 或是哪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后遗症就出现了 对 所以现在乌克兰就是要考虑说 到底是要这个五分之一 现在被占领 还是说可能到最后输掉了 二分之一 一半的国家 都有可能会损失的 甚至更大的损失 我们来问一下杰大师 现在就是说 这场战争 第二阶段 俄罗斯这个所谓的 特别军事行业 第二阶段 他现在是以 这个盾内茨克 整个的 这个盾巴士地区 以他的为攻击占领的范围 现在大概已经打下来了 差不多五分之三 大概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 也就是这个 现在在打的这个 这个地方 如果打下来的话 基本上整个 拿下整个顿巴士地区 就本内的 北顿内茨克 这个攻防在打下 整个顿巴士地区 大概就差不多可以底定 那底定以后 这个俄罗斯会不会再继续 扩大他的军事行动 那就看那个时候 我觉得看乌军 他的那个 有生战力还剩下多少 如果是很脆弱的话 那乌克兰很可能还会 俄罗斯还会进一步进攻 那现在有一块 很大的地方 就是赫尔松 这个整个赫尔松州 现在是 俄罗斯完全控制 那么他不但是军事控制 他已经民政 已经开始实施民政 有俄罗斯扶植的政府 而且正在 整个把他这个地方 让他取代 这个乌克兰政府 由俄罗斯主导的 一个新的政府 在治理 那将来如果说 这个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 告一段落的时候 这赫尔松州 他的到底是 留在俄罗斯手里面 还是俄罗斯会归还给乌克兰 我觉得是 可能是 就是说普丁将来用来跟 这个 泽伦斯基用来谈判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筹码 那不过整个来讲 俄罗斯现在这次打的 就是两个目的 政治目的 一个就是去纳粹化 因为这个亚述营已经把他殲灭了 阻力也都殲灭了 所以去纳粹化 应该算是比较告一个段落 那第二个就是说 去军事化 现在看起来 乌克兰如果说 现在在顿巴斯战役 把他的有生战力 做了很大的一个顿挫以后 那也可以说达到这个 这个普丁他当时定的 两个政治目标 这个去军事化 如果都达到他满足的话 我想他就会反攻为首 那现在事实上 俄军是采取进攻的 那等到他达到这两个目的 起码普丁认为是达到目的 他就会反攻为首 那这个时候 是乌克兰他就是一个选择了 就是说你要承认那个 俄军占领那些领土的事实呢 还是你要反攻 那这个时候 也是美国的一个选择 要这样战争继续打下去呢 还是就地停火 我想就是说 很快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抉择的日子就快到 好 你先休息一下 广告最后马上回来 好 其实在中东 或者在中亚这个地方 巧巧的我们也看到 这个美国甚至是这个 中国跟俄国 他们联合起来的一个力量 正在抗衡当中 最新的一个消息出来就是 这个中吉乌铁路 竟然现在已经准备 在明年要开始来动工了 中吉乌铁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因为其实在5月26号的时候 在吉尔吉斯有举行 这个欧亚的经济论坛 那当时呢 这个普清 他也是在讲说 接下来 因为现在来到西方的 抵制的情况之下 他说接下来喊出来 大欧亚伙伴关系将要成型 那原本中吉乌这个铁路 已经是25年延宕下来 那原本是普清 他不愿意点头 但是现在这25年后 终于要开工了 那建成之后呢 会成为中国通往 这个欧洲跟中东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他可能运输货物会是一个最短的路线 路程会缩短了900公里 节省大概7到8天的时间 那究竟是什么改变了 现在为什么会点头呢 这个俄乌战争 其实改变了两个国家的看法 一个是吉尔吉斯 一个是俄罗斯 那吉尔吉斯 他原本是因为政治的关系 加上他们自己国内的民众 有一些疑虑 所以他们就觉得 好像不要建这一个铁路比较好 俄罗斯也是担心 他自己对于中亚的影响力 会不会被减弱啊 会不会变成风头都被中国给拿去 但是因着这场俄乌战争之后 他们都改变了一些看法 所以现在这个看起来 还被这样形容 俄罗斯脱欧入亚 加深跟中国的一个合作 那其实中国跟欧洲的连结 非常的深 光是这个地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条 就是他目前已经开通的中欧班列 有东中西三条 那如果中吉乌铁路在开通的话 他算是难的这一条 所以这样子又会再多上一条这个铁路 也就是让这个中国跟欧盟之间的连结 他们现在目前是全球的经济体 一个排名第二 一个排名第三 那在2021年的统计 他当时是开通十年 其实已经可以连接欧洲22国 160个城市 还这个货物的这个运送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 如果再加上这一条的话 直接可以让这个中国跟伊朗土耳其 这中东这个地方连接起来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其实包含了对于中国 他自己本身贸易上面的利多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伊朗的连结 伊朗现在当然是对于这个 对于美国来说 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 可是伊朗现在跟中国跟俄罗斯 紧紧的绑在一起 变成二中一三角 铁三角正在对抗 对抗美国 那我们看看这个伊朗的石油 过去呢 其实在这一波 这个俄罗斯 日本跟印度阿联酋 他们都有曾经要挑战过美元 这个角色 期货跟这个 他们自己本国的货币绑起来 都没有挑战成功 但是日经在最新的一个报道里面讲说 只有中国的原油期货挑战成功了 也就是说现在伊朗的一些期货 可以用人民币来购买 所以伊朗跟中国的这个贸易 其实是绑得越来越紧 现在伊朗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 就是中国 对于中东出口 就是中国啦 中国出口 大概是27.2亿美元 那双方也扩大了 这黑海的经济合作组织的 一个方面的一个共识 还有这个伊拉克呢 现在他其实是得要依赖 这个伊朗的电力 还有这个中国的贷款 所以他现在也变成 勉强得要跟这个伊朗来合作 让两亿之间稍微比较平和一点 那美国的参议员就提出 我们应该要立法禁止伊朗 跟任何形式的一个协议 最终他是要终止伊朗跟北京的合作 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的忌惮说 伊朗跟中国越走越近 跟俄罗斯也绑在一起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军 他们扣押这个希腊货轮 白宫他们讲说 这个也是中国做的坏榜样 连这个事情都可以扯到说 是中国害的 那再来还有这个中亚之争 也是看到美中的角力 因为在2月底的时候 当时布林肯 他有用一个C5加1的方式 说要说服这个中亚五国 改变立场跟美国走在近一点的地方 但是中亚好像看起来不买单 反倒是这个中亚五国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因为跟中国建交30周年 他们主要在一带一路上面的一个合作 其实一带一路这个丝绸之路 他们这个经济带 中亚就是一个腹地 中国中亚跟西亚 他们这个经济走廊 还途经这个中亚五国 所以中国是可以借由这边进入中东 然后进入到欧洲 以及巴尔干半岛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人家经济就已经绑在一起 你现在再来插旗 当然这些中亚也不会买单 当然伊朗现在 当然也是选在中国这一边 所以美国看起来 好像不论是中东或是中亚 都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威胁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中国跟中亚 因为中亚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西北边 这整区的地方 由于它过去是俄国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说是在大数位 时代的情形下的时候 它是俄国的组成的成员 后来苏维埃崩解了 崩解以后他们独立 可是他们独立以后 他们还是跟俄罗斯建立了 集体的安全组织 所以大陆就很尊重 这个地方他们跟俄罗斯的特殊的关系 因此你要发展这种铁路动脉 因为交通的大动脉 它一定是牵涉到军事安全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过去有个观念 就是铁路走到哪里 军队就到哪里 这个是在过去旧殖民主义的时候 尤其像英国他们帝国主义 在侵略的时候 或是法国他们帝国主义 在侵略的时候 他们通常要把部队投进去 最有效最快的运输方式就是铁路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铁路的发展计划 它是要打通 要到接到这个土耳其 就是离海 然后也要一直要接到这个德黑兰 伊朗 那因为伊朗它跟中国大陆的连结 都是只能透过空运跟海运 没有内陆的运输 可是大陆跟伊朗 现在已经签了25年的 4000亿美元的合作发展计划 这个25年4000亿美元是庞大的数字 伊朗供应中国大陆所需要的原油 那中国大陆给伊朗的 是它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发展 还有工业的制成品 那这些东西如果全部都是用海运的话 美国常常会去阻扰 破坏 或者是干扰 如果你用内陆运输 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问题是 内陆运输的这一段非常重要的 并不表示说伊朗没有 而是说这一段连接以后就省了七天了 那你省了七天运费跟成本跟运输 各方面 它这个对于双方之间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点 可是在过去俄国 由于担心中国大陆的势力 发展到它的周边的这些国家 那当然在这个是俄国跟中国大陆 传统的一个就是说我既信任又猜疑 既合作但是又觉得哪一天 会不会又中俄紧张 但是以现在普丁的一个拍板定案 就是说他已经确认 他跟中俄之间的关系已经稳固了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双方领导人就是习近平跟普丁的努力 因为习近平第一个 他刚上任的时候的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 然后他们每一年见的面次数非常多 所以中国大陆这么的强大的情形下 对俄国人来说 在传统上他会感觉到害怕 那现在已经完全取得信任 就是不会害怕了 不会害怕那当然就开通这条路 所以这是普丁同意的他们才敢动 你看这个很有耐心 他那二十几年 那他那二十几年中国可以等待 一等就是二十几年 你想这个在欧美的国家来讲 他们没有这个战略耐心 但是大陆有这个战略耐心 那现在普丁同意了 他们的国家大部分也都很开心 那当然里面还是一定会有杂音的 这个杂音是一定避免不了的 任何公共建设不会没有杂音的 但是重点就在于看大方向 看起来这条铁路要动工了 明年动工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 就是有四大利多 我们刚刚有讲说 它其实有利于它的贸易 也可以破除海权 因为经过海上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问题就多了 而且它还可以 区域一致一体性的一个建设 然后它的能源也可以比较安全 因为它如果跟伊朗联起来 就像我们昨天节目有提到 伊朗有讲 如果台海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 它可以确保中国大陆的石油 不会匮乏 那当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紧密合作的话 伊朗现在的一个关键角色 它当然跟中国越绑越密 所以也让这个美国非常的忌惮 你怎么可以把这中间这一整块 我离开阿富汗之后 你等于说把这个中东 跟这中亚 全部通通好像整晚端走了吗 对 其实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海权与路权之争 就是说其实这个海权的话 就是说基本上它是 海洋是最快的一个交通 它的运输量 它的这个速度 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是 最好的一个交通动漫 那海权主义兴起的原因 因为路权都被切断 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政治原因 社会原因 地理原因 让路上的交通都被切断 所以其实就是说 习近平去出来的一带一路 那个一带 这个整个的思路经济带 这条路是中 这个以前是创造人类为名 最重要的一条路上的交通思路 那它现在想要把它恢复 那而且这次不是用这个 骆驼队 商队 这是用铁路来运 铁骆驼 对 那它将来在时间上 绝对是 它的效率是超过海运 当然在量上面 可能要需要更多的 这个铁路建设以后 才能跟海运来比 因为海运的量是比较大的 那么海运的价格 因为它量大 所以它价格还是比较低 可是速度上的话 当然还是陆路这个铁路比较快 可能是省二分之一的 如果现在这条铁路 这个中级五铁路又通车的话 它会更减少时间 时间就代表金钱 那它就会让你这个 大路这条路上 整个这一带一路上面的 这所有的国家都可以 同军其力 同瞻其力 那过去不通的原因 都是政治原因 这个中亚过去是 俄罗斯的这个势力范围 那俄罗斯瓦解以后 它成立了好几个国际组织 有独立国协 有这个大 这个叫做欧亚经济联盟 也有一个叫 这个集体安全组织 所以在经济上 在安全上 在政治上 俄罗斯还是维持它的主导势力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台海的紧张关系 当然因着这个美国 不断的对台湾说给予支持 好像显得更加紧张了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中国的威胁论 当然这一两天 蛮多动作 在加拿大甚至在冲绳这边 都有一些供机的动作 那讲到了这个供机 怎么会跑去加拿大呢 加拿大的美国跟班 也这个跟进了 这个亚洲这个侦查吗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不止扰台 供机还逼近了加拿大 它这个军机的骚扰 仅距离6公尺 甚至还比中止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呢 现在加国非常的忧虑说 中国的战斗机在亚太地区 升高这个挑衅的行为 那危险也是跟着在升温当中 所以加国它要协助执行联合国 对北韩制裁的行动的一个侦查机 那一再于公海上空 遭到中国的军机逼近骚扰 加拿大跟中国 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薪酬救恨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华为嘛 华为的公主孟晚舟的一个扣押的事件 当然也让这个中国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加拿大是不是 你这一回还要干涉这个北韩这件事情 那我中国就去给你威吓一下 距离6公尺威胁一下 那我们看看另外冲绳的海空域也是非常紧张 共军的这个机舰接近了美国的双航母 林肯号跟雷根号在冲绳的东南海域演练 那刚好解放军这个东部战区的4个舰队 那双方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偶遇发生 所以看起来好像在我们的周遭的海空 正在进行着这个 你来我往 你威胁我 我也逼回去 这样子一个动作发生 那纽约时报他刊文他就说 现在太平洋的影响力争夺战 中国为什么会遥遥领先呢 美国的前官员就有这样讲 他说没有敌人造敌人 否则怎么大规模的造武器呢 那美国的前参议员 他也有这样的一番话 我们来听一下 Let me just point out the illusion of Russian and Chinese aggression around the world you'll hear this repeated many many times that you know any day you know Russia is going to take over the entire world China is taking over the world they're doing all this stuff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 of foreign base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UK we have about 900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bases where we have troops stationed in foreign countries we've created this bizarre illusion because the war industrial complex must have enemies you cannot manufacture weapons when you don't have enemy 好 我们现在看 其实现在拉帮结派 是不是忙着要抗中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讲说中国是长期挑战 仍然要打交道 他说将要联合盟友 塑造一个国际的环境 来寻求建立一个不完美 但是却自由的秩序 来反对中国的不自由的国际秩序 那就连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雪曼 他都有在讲 他说这个中国的威胁 威胁到了一个欧洲的安全 所以美国就呼吁说 欧洲要共同来抗中 中国对于欧洲安全跟经济的 这个价值观构成一个挑战 所以欧洲应该要跟美国站在一起 现在拉帮结派 大家通通要站在这个反中的连线上 哪怕现在这个地方 明明是俄乌的战争 但是看起来好像 好像台海已经有战争似的 已经要开始有一番大动作 连美国的防长都说 要对台扩大武器援助 你如果盖掉一些台湾不看的话 你还以为这边是俄乌吗 就感觉起来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要扩大 对台湾的援助跟军事训练呢 连路透社都讲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去上射击课程 就说我们台湾人感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上课 但是我昨天有看到这篇报道 那访问到的学员他就讲说 我是因为看到俄乌战争 觉得这个战争的这个 让他感受到说 自己也应该要有一些准备 但其实好像也不是来自于说 台海怎么样的一个威胁感 那另外台湾现在是不是被当成棋子 我们记得在5月5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一些报道 都会讲说 国务院真是挺台湾啊 他们在官网上面 那个不支持台独 已经被移除了 移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不支持台独 这番话已经移掉 没想到我们这番友谊 大概维持的没有太久 5月28号他又重申了 又把这句话给放了回去 让好多人这个心又碎掉 这样我们的友谊只有20几天而已 那台美现在的贸易倡议 美国说这个是剑指大落 纽约时报怎么讲呢 他说挑战中国大陆的贸易 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现在恐怕会引起北京的不满 但是呢 这个中国在亚洲是赢家 这个是大家都改变不了这一点啊 纽约时报说你拜登也改变不了 谁都改变不了 因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是显而易见的 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说 一直制造威胁 让大家就觉得说 中国没有影响力 不是赢家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参与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美台不如签一个双边的经贸协议吧 既然美方表示愿意与台湾深化 这个双边的经贸关系 政府应该要把握契机 化危机为转机 立洽美国与台湾签署 这个双边的这个BAT也好啊 什么FTA也好啊 而不是一个什么叫做 迷你版的IPEF 所以人家昨天听完之后都觉得说 好像并没有实质的端出什么 好像有一种过场的感觉 那到底美国真心的想法是什么 有人这一两天在网路上面流传一番话 是川普接受这一个新闻访问的时候 他就在讲说 其实我们美国没有必要防卫台湾 我们来听听 do you think that we should defend Taiwan from an invasion by China and defend Taiwan militarily with US troops 台湾 takes big advantage of us they sell us the chips at crazy prices you know etc etc so it's got to be a two-way street they don't pay anything for defense other than they buy some equipment which is a very small amount relatively and we're supposed to defend some small area that's right next to China and 9,000 miles away from us it's hard to defend but with that I would say very simply you don't respond to that question you say you never know I think you should let that just be in limbo the answer is maybe yes and maybe no and a lot depends on Taiwan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好 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加拿大这件事情 真的蛮奇怪的 他是在执行联合国的任务 那就是监看北韓的运作的状况 那他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已经 他说已经60次了 那这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跨越 或者重叠到防空识别区 那中共的军机 是针对加拿大还是说针对防空识别区的智慧 那因为那个也比出所谓中指的手势 那这个就 如果是因为针对加拿大 那当然就是刻意的啦 可是因为现在只有听到他们说 那中方都不回应 有60次都不回应 然后他说他们透过管道不断的抗议 然后都没有回应 这个真的有点奇怪啦 因为中方有必要做这个事吗 而且主要是因为加拿大那个机 一直反潜的侦察机 所以然后飞速比较慢 所以很容易被追上 所以他摆脱不掉啦 他只要是用这种飞机 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摆脱 那可是中方为什么要一直做这件事 难道真的是因为孟晚舟吗 他当初这个呆可孟晚舟的恨 那个太久了 不是啦 因为那个太久了啦 因为这类似的行为 是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 那不然那么晚舟也好一阵时间了 2018然后到释放 对啦 是啦 他当然对加拿大不高兴 可是他有很多别的方法 他不需要用这种 而且人家是在执行联合国任务 而且中方事实上 对加拿大有做一些制裁 所以还有他不是又抓了两个加拿大 都来用那个换球的方式 所以我的意思说 他有很多方法可以来对加拿大表示不满 用这种方法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知道更多讯息 因为60次不是一次 所以我觉得60次一定有一定的说法 可是他都不说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判读 我只能够说发生这种事情 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不是偶然 60次 不是偶然的 频率太高了 如果一次那就没什么好讨论了嘛 因为有60次啊就 就觉得蛮奇怪的啦 那其他的部分啊 我觉得 我觉得 美国本来就是 你也不能说他耍蔡英文的 他本来的立场就是这样啦 那只是拜登那个说辞 你做过度的解读嘛 他以为美国又改变了立场 事实上并没有啦 你可以看到 布林肯那个演讲 他又把这段话放回去了 我们那时候不是对国务院删除 那个不支持台独吗 那台湾那个独派都感到非常高兴啊 所以你看美国国务院有关台湾的那个 说明文啊 删掉了不支持台独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就说 大概要允许比较模糊的 或者支持台湾有更多主体性的一些外交活动 可是布林肯的演讲又把他塞回去了 那布林肯为什么要把这个话塞回去呢 这个就蛮奇怪 因为布林肯从楼到尾的基调 还是要跟中国做对抗 那结果他又把这个不支持台独 这句话给塞回去了 我就觉得 布林肯还是对 这个一中政策的部分 这个所谓中美之间的红线 我觉得他 基本上还是没有想要去碰 虽然他一直说中国破坏规则 所以美国必须跟他对抗 然后他要透过投资 结盟竞争 种种方法 要改变周边的战略环境等等 可是好像并没有包括要支持台独 就是说叫嚣可以 可是他知道红线在哪 他绝对不会去踩那一条红线 对 对 好 那我们其实看到的是说 美国到底是不是真心话就像川普所讲的 他就说 这个我们美国 这个台湾离我们这么大老远 这不过就是一个边陲发生的事情 我们美国有需要缴获进去吗 就像他其实为什么要讲这一番话 他是看到了拜登对于乌克兰 他说我们给了那么多钱 欧洲国家你们在隔壁都不给那么多钱 我们美国给那么多 就像台湾也是啊 离我们那么远 我们干嘛去管台湾 所以大家在流传想说 下一任万一是川普的话 他对不会心里骨子里也是这样的态度 他毕竟以前曾经形容过 我们是原子笔的笔尖而已 所以美国真心真的会帮助我们台湾吗 我们先问一下杨老师 我觉得加拿大的这个飞机 亮哥说从去年就是圣诞节 但是大概从4月底开始到5月底 那才会有大概出现 就是中国大陆的军机有这个接近 它真的全部都是在针对北韩的这种侦查吗 它是这个叫做CP-140 这个Arona的这个就是说海上巡逻 那当然不是很快的了 等于是一种侦查机一样 可是它一直都在利用 就是使用美国在冲绳的空军基地 就是那个叫加首纳 Catena的这个空军基地 那在这段时间4月底到5月底的时候呢 才出现就是说有这个空军 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机接近的这种情况 那所以我觉得可能进一步情致会 也许我们会了解 它是都在单纯的做北韩监视的任务吗 还是说在这段期间 它的出这个就是说飞行的这个次数过于平常 那当然可能中国大陆这边也都在监视嘛 也都在监控 可能对于它的这些动作 这些这个班次 以及对于它的这个航线 可能大概有一些意见 老师刚刚有看到说什么加拿大总理 也对于中国军机这个动作感到非常的不安 当然因为加拿大这边一定都是讲它自己 这个比较有利的了 那问题是你加拿大飞机跑到亚洲来干什么 利用美国在日本的空军地底 待这么久 针对北韩的这个需要你加拿大跟就还要这样子执行吗 对不对 那然后它也许是说有一些过去这好久以前 海上的那些交易 它可能要去就是说防止 要去切断对于北韩的这一些可能 最终可能使用在核子 就是说飞弹或者是说一些武器的这些 比如说驴粉的一些矿产的运送 那是过去我们叫PSI的这种海上的这种 就是说防堵 那但是它也搭配的有空军的空军的这些飞机的巡逻 可是一直到现在加拿大在这边所从事的 是不是这么都单纯 我不是很清楚了 那因为过去为什么中国军机不做呢 中国军机事实上 这个也参与到这个PSI的类似 在它的这个水域范围之内 为什么这一次有这样的这个行动 那是不是这段时间刚好不是也是美国 关注在印太地区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不是那么弹性 而且今天 现在不确定 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最近 这个东东山要下水了 所以对中国大陆而言 这边的就是说 在整个军事的部署跟这些船舰 航空母舰这个增加 那相对的 其他国家在这个区域也增加 它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这个表态跟这个抵制 我觉得美国国务院那个东西简单的讲 其实这 它已经把台独当作一个策略在运用了 嗯 现在就是你可以把它拿掉 然后呢在演讲的时候说一说 我不支持台独 然后呢又把它放回去 然后呢又加上就是说 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的解决问题 以及反对任何单边的改变现状 似乎好像又回到2018年那个状态 但真的如此吗 对不对 那川普这个拜登还连续讲了三次话 说会军力协防台湾 但是 当然都不断的被修正 所以 它也变成一个策略的应用 那在台湾这边 呃 台独自制的认为说 美国不支持台独 但是美国没有反对台独 嗯 对不对 那第二个 对不对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